为了缩短沉乡差距 嘉义县政府打造第一辆田园城市行动图书馆 从三月起在海区校园做巡回 于五月抵达故带乡镇 而行动图书馆所到之处 往往吸引不少小朋友好奇的目光 嘉义县的山区跟海区的学校很多 那这比较偏远的地方 资源比较不是那么丰富 所以呢 这个行动图书馆最主要就是 带给边远乡村的学校的孩子 有这样子的图书资源 大大的车厢里头摆满各种书籍 行动图书馆不仅带给孩子许多惊奇 也希望小朋友在轻松的环境里 享受阅读乐趣 我没有看过这种可以打开式的 然后像书柜这种车 图书行动车也带给小朋友们一个惊奇 也就是说很少有一部车子这样子 就载了一整辆的书籍来到学校 小朋友们透过共同阅读 他们会更加的去亲近书本 亲近阅读这个习惯 但是行动图书馆一天只巡回一间学校 停留时间也只有六个小时 因此书本只能现场阅读 复工外界 再加上原先车上的影音设备 因室外光线强烈 孩童无法透过电视观看 也降低了硬体设施的实用性 放影片可能在室外的情形也比较不好 因为外面的亮度都会有问题 然后另外就是来调诗 就让我很多时间一直在换书 一堂课就过了 很可惜这看不到什么说 现阶段行动图书馆的人力短缺 未来若有志工加入 便能引导儿童阅读 增加整体效益 不足的人力部分 去寻求社区 以及自己的学校老师 是不是可以做人力上的调整 让这个阅读 推广活动 变成一个常态性 透过行动图书车的巡回 希望能让嘉义偏乡地区的小孩 能接触更多图书资源 但在硬体设施与整体规划上 能有待改进 未来也才能服务更多 偏乡地区的学校 中正一报记者 林美颖 李瑞娟 嘉义布袋报导 李瑞娟